下一支這個是小米的Pocophone 下一支這支是小米的 下一支這一支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其實它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覺得還蠻物超所值 因為真的超級UDP 下一支這個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它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除了 那下一支這一支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它的被蓋已經被我拆開來 因為它的硬體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如果重開機 它就會沒有辦法開機 那你要把我們的電源排線拔掉 然後插回去 它就又可以再重新開機 但是我這樣子重複用幾個禮拜之後 它真的完全沒有辦法開機 它現在是連開機都沒有辦法開機的狀態 這已經 回天乏速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 OK 所以我們就直接快速把我們的這個電池拔掉就好 那這個看起來 有一個電池拉的設計 我們來看看 它還有電池撕開的說明 這個應該是 我這手機應該是最好拆電池的一個 它還有說明 先叫你把A拉起來 A拉起來 再來 然後再來拉B 然後再來拉B 怎麼拉 這個 好 GOOD 同時拉出E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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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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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拉出E ARE F T T T 哇塞,我把那個拉環都拉斷了 哇塞,我把那個拉環都拉了 What the fuck 是LAPTOOLAY